- 回到第二支,八鬼夜淫的時間 - 旅遊真體驗 - 如何旅遊真體驗,你先讀課金吧 - 二百十元恭喜夏師傅健康出院 - 多謝課金,多謝今主的祝福 - 那部份應該下個星期才會說 - 出院的部份 - 純粹是介紹法會 - 剛才阿昇在Vic都說整個流程是做甚麼 - 因為沒有人在聽 - 正在反應中 - 因為我看到畫面剛剛才進入 - 可能要等一等才會有反應 - 反應比較穩陣 - 是 - 我怕你說到很精彩的時候就聽不到 - 未到最精彩的,最精彩會放在後一點 - 你的意思是下個星期 - 哈哈哈哈 - 即是今晚也不精彩 - 今晚也不精彩 - 今晚等到幾天 - 有些人會說 - 我的褲子也脫下你給你這樣 - 其實我想聽你說的士路 - 哈哈哈哈 - 又說的士路 - 說少一點吧 - 今早就變成大亨港 - 有反應了 - 好了,可以說回了 - 赤翁有反應 - 上一節其實只是說到 - 介紹一下環境 - 介紹一下環境 - 環境而已 - 壇是做些甚麼 - 又設定了結界的甚麼 - 只是第一天做結界 - 其實往後總壇主要都是會做些請聖 - 供養哪些眾生的佛士 - 我沒有參加我不知道 - 其實是有時間表 - 如果要知道其實他們也有的 - 總壇是要給多些錢的 - 為甚麼呢 - 因為他們功德大些 - 才能參加 - 他們的時間也都最長 - 七點半早上就開始 - 加上去做瑜伽驗口 - 還有觀音的瑜伽驗口 - 去到十一點 - 即每日就是七點至十一點 - 是的 - 是的 - 我參加的大壇 - 其實第一壇開始的是八點半 - 是的 - 即是晚一點 - 晚一點 - 晚一點 - 我可以隨起參加一個早課的事 - 但那個早課已經是去到四點鐘開始 - 跟著做完之後就吃早飯 - 吃早飯 - 然後就開始準備 - 八點半 - 是的 - 所以我太累了 - 我真的受不了 - 我沒有做到早課的那幾天 - 是的 - 但我覺得我應該這樣做的 - 因為 - 因為 - 剛才也說 - 我拜梁王寶燦 - 拜同貴的體能 - 其實真的 - 這個也是去之前已經有個心理準備的 - 你去之前的節目都說 - 趁年輕人做的 - 是的 - 如果 - 尾的三排已經在說坐位 - 剛才顯示過的那個位置 - 坐的不是說不行的 - 但那個感覺 - 你專程去得 - 尤其是在香港專程去得 - 拜你會覺得誠意大些 - 嗯 - 跪你也誠意大些 - 即在佛像前面跪 - 而他真的要求的體能都幾金 - 即八點半到九點半的那個時間 - 基本上每天的開卷 - 每次開經都有一個站 - 就有人來供的 - 大壇有一個供養的 - 即是做甚麼 - 等人上鄉 - 你當上鄉一起在那裏 - 有兩排人很多 - 只是供那裏都可能十幾分鐘 - 嘩 - 而那個過程基本上 - 都好些的站的 - 站已經很舒服了 - 是的 - 站已經舒服了 - 接著開始就是拜 - 頭幾卷好些 - 因為梁華寶散 - 頭幾卷就講歸依 - 斷兒 - 接著就講恩果 - 接著開始講地獄 - 後些卷就是你要還甚麼債 - 就六到來 - 是 - 即逐度都跟他 - 講恩果業報 - 你怎樣還 - 就逐個跟他幫他拜 - 嗯 - 那裏就最金 - 基本上我猜我去到第四日 - 第五日 - 那裏是第七八卷的時候 - 第四、第五日 - 基本上每天都二百以上 - 二百夜 - 是的 - 二百下 - 二百下 - 二百下貴 - 是的 - 而有一個 - 下午那個 - 因為第二轉 - 應該這樣講 - 八點半都是拜為主 - 而十點接曆那裏 - 有個叫佛前大功 - 那裏是少些拜的東西 - 嗯 - 因為他有 - 少些拜就只剩下貴 - 下多點貴 - 下多點貴 - 下多點貴 - 好像都是很難受 - 不是貴就是拜 - 是的 - 然後吃完午餐回來那一刻 - 就會最金 - 不知道 - 十點到幾點 - 十點到十一點半 - 是的 - 接著就吃午餐 - 即是已經貴拜了兩次 - 是的 - 吃午餐 五栽 - 吃午餐 - 便要翅 BA - 處一聲 - 其實就是一時鐘便回來 - 是的 - our 也可以一個半小時 - 吃飯是時候半個小時 - 有一個小時馬上休息一下 然后那一转就最金了 因为那一转就纯粹跪拜随时 还有在第一点这一转是会转卷的 刚刚过完第一卷去第二卷 第二卷转第三卷 那个情况就跪很久的 因为那些位置少了一些佛号的时间 就很多讲他的原因 讲故事 是的 最兴奋的就是每一卷去到尾的那个站 那些音乐的繁拜也都兴奋一点 你就知道很开心 因为那里站 原来是原谅 是的 还有那里可以站 好的 站原来是最舒服 而那个声音也都是最舒服的 看情况 他说很可怕 趁年轻都应该去 因为香港的话 来自年是圣诞节前后 就是拜梁皇宝忏的 是的 你那自然正愿吗 是的 现在来自年正愿 现在来自星期六应该就是 法胜广团是最后一天 他已经拜了五天了 其实他就分了五个礼拜六 但我就是 他六个礼拜 我就一次过连续 是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贵拜完第三次 然后呢 第四次呢 因为通常就会有 刚刚开卷就贵多些 然后呢 但是那里是一个小时 没有那么 感觉你最金的那里过了 应该这样 是 即是第三次是最辛苦 是的 通常吃完饭那一刻 加上你可能又有犯气 那段时间最金 是 那过了之后呢 那到五点半 就去到约石了 即是晚餐了 是 那晚餐回来呢 就是瑜伽厌口 其实就做了三次而已 即是多少点吃晚餐 五点 四点半到五点 四点半到五点 就是晚餐了 五点半就开始瑜伽厌口 就去到十一点了 那个法事呢 就五个小时的 坐的 坐的 是 最近要是坐的 坐的 但是 很闷的 就是张图那个吗 是的 而这个是进了去个范围的 如果看的话 就是进了坛里面的 我坐那里是一个外边的帐篷来的 哦 那你都是看电视 是的 我只能够看电视而已 即是你核心的外卫 是的 这些 进到这里是会看到金刚法师 有刚才说的那些大的功德主 嗯 就会有个位置 直接是贵的 哦 那这里其实 因为画面太小了 观音前面有五个位置 是坐一个法师的 各坐一个法师的 那 是的 画面看不到的了 如果是观众都应该 他开到电视很大应该可以 是的 那总之就有五个 叫做金刚上司 那其实他做了三次瑜伽验口 有两天就是 我们的法股山前方像 嗯 就是果冬法师 就做开事的 那他也提到一些 都关于 都很直接的 就是 当于瑜伽验口 是会睡觉的 很多人都 是 是 他说 睡觉不要紧要 不要打理我 无挂我 是 但是你如果介意 就会挂我的 是 不介意 就自在 是 他也挺幽默的 那就是开解 就是有些人很介意自己 那几天在那里睡 嗯 因为早上也做了很多 是的 那我晚上 其实我第一晚 我是 8点到投降了 我睡了很多转 然后我是离开了 然后我走过山的时候 我见到只猫仔 是 我觉得那只猫 前世应该是天人来的 就是天界的众生来的 是 你当我不知为何知道 那天界众生 在圆福的时候 有九世的畜生 是这样的吗 而他九世畜生 我估计他应该是最后一世 因为他有缘 在法古山听经 嗯 他应该来生 都是回去天人之旅的修道 这样的东西了 那我就8点钟这样离开 回去 呃 呃 就是 睡那里了 那过到差不多11点的时候 那些其他师兄回到来 咦你这么早回来呢 那些师兄这样说 我说我顶不住 我睡了很多转 去到8点的时候 然后我回到来 那些师兄说 睡都在那里睡 冤亲债主就是想尽办法 要你 做不下去 对啊 要你不要做 对啊 做不下去 然后他提醒了 对啊 扑街啊 哈哈 对啊 我山藏水远都来了 但你又回到去睡 对啊 我觉得累 觉得不好意思 他说不会失礼 嗯 嗯 大家都这样睡 对啊 不用失礼 大家都这样睡 你都可以这样解释 对啊 大家都会有这麽大的障碍 所以我跟着那两次 我真的都很坚持 我坚持在那里睡 我都说有睡 坚持在那里睡 坚持在那里睡 不是坚持醒 是坚持在那里睡 我最后那次 真的由头到尾都没有睡 是 但现在说到瑜伽验口了 其实都精彩的部份了 第一晚 应该这样说 那几晚的瑜伽验口 跟着 其实是做什么的呢 瑜伽验口 瑜伽验口 做施食 每一个人 施食即是怎样 不是 给食物 布施给他 布施给他 就是当 那时候说是 虞南盘京做的施食 哦 这个施食 那他施食会有些咒语 为何叫瑜伽验口呢 验口其实就是 观音大使 其实是会化作这个 鬼王 延面鬼王 去找恶鬼 其实如果大家平时做 虞南盛会 有个鬼王大使 就是瑜伽验口 那个 延面大使 那延面大使 一直都是说是观音的事件 OK 所以刚刚那壇 就是为何要在观音那里 为主壇呢 因为是观音的 嗯 然后你走了 没了 是的 然后你之后就每晚都继续在 是的 那他做的施食呢 又一直 为何 头那几个小时 那么辛苦呢 因为就是 那些金方上司是在那里念咒 做封印 呃 他们做很多手印啊 然后又在那里念咒 很悶的 你只是看而已 是的 就是你没去做的 我连做也不用做的 就是就看着他 是的 所以更加容易悶 你如果要做的 你都肯定有些东西要念一下嘛 嗯 你都可以有些东西不睡了嘛 但是你 是的 就是这样 头两晚就是三大事 其实是三个金刚上司而已 那他们每人念一次 嗯 所以时间是这么长 那去到第三晚那个是五大事 就是每人做一次 就是五次 重重复复 是 是 应该会睡死了 所以很大挑战耐性 不是 那去睡觉 就是他可以的就 是他说可以的 是可以的 反过来说 其实法师厉害 他们也会悶的 如果是这么说 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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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会吵吵吵 是啊 他们又记得自己去到哪里 其实很厉害的 所有东西 虽然有东西看而已 但会吵吵吵吵吵吵吵 那当时关于瑜伽验口 那时候 我们有请过些 应该这么说 有些香港的信众 找了一两个法师说 说什么 就是叫我们那些 叫又怎样 跟我们那些香港的信众 聊聊天 然后在一个过程 有人问起瑜伽验口的东西 当时第一晚有个参加者 他感觉到他亲人来了 是 问他的情况 为何我第二晚又遇到他 不是第一晚已经 施食或者送去西方淨土 法师当然有解答 就是告诉你 所有是你的亲人 都可以不是你的亲人 所有你的亲人 都不是你的亲人 我明白你的那句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过往都说过 是 就是他化了你的亲人的东西 是 他是来 试验了你的亲人的相貌 的容貌 其实他是冤亲债主 你有很多女婿冤亲债主 都没有清 就是轮流来化成你的亲人找你 是 是的 所以 法师都说他见不到 但有法师是有 亦都有这样的能力见到 他说人人有不同 有些人带着一个 一个两个 是 有些人是整班 是 搭旅行巴 是 整天都是 是 刚巧 瑜伽验口 几晚都好 除了三晚瑜伽验口 还有一晚是 秀幽明界 又是什么回事呢 秀幽明界就是 邀请你的祖先来 是 他帮你受菩萨戒 是 即是帮你的祖先去归依受戒 你当 OK 但这个是会难度高一点 是的 但都是关于你设身的 是 然后呢 当晚 为什么 其实那几晚 我应该这么说 后那几晚我有坚持 是 你第一晚走了 是 后那几晚也是下雨那几晚 证师兄说 请来的时候 每次都好 请来的时候都是下雨 是 是的 这位老师也有教过 是 是 为什么呢 每次瑜伽验口 那些都是会下雨的 他们来的时候 就是会下雨 是的 是 很巧合 几年前不同时间 但一搞瑜伽验口 就下雨 一搞瑜伽明界 就下雨 而且很大风 很冷 嗯 冷是理解 但是 是 你说大风也有些明 就是 鬼神 一来的时候 就有下雨 是的 少些人听 但我也听过几次 是的 就是这些就是那个 灵异现象 嗯 没做的时候 没下雨 就是我说 我几天没下雨 就是没做的 是 一做了第二 一做的时候 是第三晚来的 是 第一晚做结症 第二晚是 不是 第一晚是 第一晚是结症吗 第一晚结症 第二晚 第二晚已经有做 但是第二晚未下雨 没到 是 第二晚你又回去睡 哈哈 是的 第二晚我是回去睡 所以我可以沿路走过山路 嗯 但是第三晚好像就不行了 第三晚是做开事而已 因为这样就未下雨 就是法师开事来的 就是讲故事 讲给你听瑜伽 评论是什么一回事 那些内容 所以就是提到 古东前方像也提到 就是很多信众都说自己睡着 嗯 要怎么处理 要怎么处理 那他就说 睡吧 要无挂爱 是 无挂爱 是 因为像你说的 可能个个都是这样 哈哈 那 就是那几晚都是这样 就是去到五大市 就是最后一晚 是 其实五大市当日的下午 已经我证经都完成了 那最后一天就是宋圣 宋圣 就是上午就基本上 那些就不用 都间不中拜下 不用怎么跪 嗯 那些就做过 叫做佛前大供 延伸普佛 普佛 宋圣仪式 这样的东西 宋圣就是那些方丈 前方丈 那些金刚大市 全部都出来了 嗯 主要也是总坛为主 其他的坛就在其他地方 负责做共同法事 叫做 那其实全部都在那几天都是做 就是 最后一天就全部都一起做同样的东西 其他的坛就可参加可不参加 是 即是有大功德那些就参加总坛 是啦 是啦 嗯 那里就 整体就是这样 而 最后一部分就是一个前世今生的股市 咦 来了 咦 那么神奇 因为那几晚跟那些师兄一起睡 那些师兄一起睡 即是证经的时候睡 室友 室友 哦 即是结束后睡觉的室友 不是在中经训那里 有很多师兄 对 有很多师兄 那回到去 其实一间房是五个人 我其中一个 其他四个 有些学佛很久 那些学佛早过出生 那很大年纪 是啊 可能他五岁学佛 很早 有些大家都有些分享 有个总坛的 跟我差不多年纪的 他说那几天都聘请的时候 他说如果有闭露电视看就好了 是嗎 是 他说一定见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因为他平时见到的 我不知道他平时见不见到 但他就肯定那几天有很多东西见到 是 但他说拜露电视应该一定会拍到的 是 拍到 是的 显现的 拍到 是的 很明显的那几天都是见到的 嗯 然后另外一些 但你有没有见到 我没有 我就是睡觉 被冤親寨主搞到睡觉了 你的冤親寨主很厉害 是的 厉害到完了之后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就说了 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个就是 呃 呃 呃 他认识到一个 呃 他分享的经历就是 他认识法忍法师的师傅 法忍法师的师傅 法忍法师的师傅 是 这个师傅也是 呃 呃 如果我们大家做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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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难租得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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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当时都未信佛 但认识,有做功德之类的 那请了他来 因为有做过法事就租到给人 他在2003年时卖到这层楼 卖走了? 卖走这层楼 卖走的时候,租户跟他说 他说,你这儿有鬼的 他说,我知道 不然我不用做法事 但其实他到最后原来,那次是没走 他做了法事之后没走 但两不相干,他不搞他们的人 但偶尔动的时候都会知道 明白明白 但他卖走了就没关系 对,这个就是其中两个说法 最后一个 又是另一个师兄 对,另一个师兄 这个师兄很厉害 是 他20年前 20多年 2000年前后 他在特殊学校做训导主任 训导主任 是训导主任 这位是很奇怪的 是的 是特殊学校的小学 他有一个学生是中度弱智 是 基本上他认识的这个学生 只是懂得乱发脾气 说话说不到 有 听说读写 都很有问题 是没有完整字据的 是 你这么说的 是 是 是 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他有些粗恨问题 都 很难有粗恨问题 没有粗恨问题 有 对 是 他觉得 是有很多的 是的 但这个是特别棘手的 OK OK 他要请他的家人来 见家长 就知道他的故事就是 小时候一出生 他父母已经走了 离开人世 不是死 不是死 是 遗弃他 是遗弃他 留下了他给他阿婆 即是 父母母亲的阿妈 是 给阿婆 是 他们遗弃他之余 只留下钱给他阿婆 都算有个 叫做养育的生活费 嗯 嗯 但就完全不理 因为知道他弱智 就遗弃他 不处理 那其实也会遗弃老母 其实可以这样说 是的 但是 有原因的 老母 即是婆婆 为何会照顾 总而言之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这位师兄听到 那个故事 搞成这样 都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婆婆也很难教到他 他一心是从教育方向那里 会这样想 嗯 但是婆婆跟他说 问他 第一件事 你信不信前世今生 即是问你的师兄 是的 他已经很震撼了 关什么事啊 搞来教导他 什么前世今生 然后他跟他说 婆婆跟他说 其实呢 他什么都懂的 他什么都懂 即是说个年轻 他什么都懂 即是中度日子 是的 他不是你们见这样的 嗯 他回家会洗衣服的 不会 但是 他在你们面前 就是这样的 就是什么都懂 你够不够敢试试看 你可以躲在房间的布链后面 是的 我打一会儿就是 我给你看 什么叫前世今生 然后你的师兄就躲在了 是的 躲在了 然后就 不是 安排了他 假扮走了 安排了他在房间 嗯 他也都在他面前 真的还是中度弱智的 那他然后他就 离开房间 即是留回他婆婆 是的 即是你们两个 在一个地方 他说就是 他走回一个布链后面 就偷看 那婆婆不是说 第一句说话 不是说个年轻的名字 是叫他 叫他另一个名字 是 你怎样才可以放过 叫他另一个名字 是 你怎样才能放过我 然后那个 在 我这位师兄 觉得他 根本上说话 都说不到的情况下 嗯 他说 他应该是说国语 国语 是 你知道 你前世医死我吗 我今世来拿债的 我不会杀死你的 因为我经历过轮回 我知道杀人是会落地獄的 是 但是我会纏着你一世 要你还一世 这些全部是流利的说话 流利的国语 粗流利的国语 那 就是这样 是 往后他已经很震惊 已经知道 没有可能 是 是 他相处了 对着这个小朋友 所以他知道 没有可能做这些事情 是 然后 发生什么事 20年前 然后发生什么事 他没有详细说 就是 他说他看到这些 往后很快 他也没有再跟这家人有联络 所以他不知道 往后发生什么事 是 但是总而言之 他就知道 有前世感 这个婆婆 就是他前世 在一个过程里面有讲很详细的 他说他前世在上海医死她 连地点都知道 婆婆也说得出 而婆婆真是前世 不是 她婆婆是未死的 她是今世来的 对于婆婆来说 她经历在今世就是医死 即是婆婆十多岁的时候 二十多岁在上海医死她 是的 即是现世医死她的前世 是的 她回来 就找她 所以她父母丢下她 为何她也很近 因为她知道什么事 嗯 哦 但是你的师兄就见到这些 不过 真的有冤妻寨主和前世今生 他过了几年就 开始学佛 所以就二十多年 原来如此 而他是奋道主任的关系 他一守五届 就开始完全吃齋 嗯 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 因为他自己 他也有说 他对人是这样的时候 他自己也是这样 是 如果是这样 是 他真的看到这么厉害的东西 是啊 真的好厉害 真的看到一次后 就什么都知道这个轮回 是啊 是啊 他多口多面说给你听 是啊 是啊 他说没得夹过演戏 啊 是啊 因为他平时 在他认知 从来不是这样的人 是啊 是啊 甚至乎 其实他说的详细 除了国语之外 他真的懂得 说英文 说其他话 那样 而这个婆婆 因为她都是医生来的 是啊 她都是知识分子 是啊 她都懂很多语言 跟她沟通的 她当场是有like cam 会转啊 那些这样的 哈哈 好瘋啊 即是 即是 他说完这个国语番说话 是啊 即是可能他刚才说的 我要找你 不是 即是可能说 我要杀你 类似 我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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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犯了 即是类似这样的意思 他是会这样 说话的 那你就会觉得很令人震撼的 是 因为他中度弱 他中度弱志 在你眼中 是 即是他还要说多国语言 是啊 那 其实婆婆每晚回到家 他都变成另一个人 他变成另一个人 他不会发脾气 但是他 挺好 也没什么 因为他知道自己要还债 因为他真的知道自己亲手死了 可能他也觉得不知道如何还得完 嗯 也是的 是啊 就是这样 哇 你听了这个故事也挺震撼的 我也听了 所以我 回到来立即讲 哈哈哈哈 回到来立即讲 大家震撼的 是啊 是啊 上本节旅游特集 去到尾我是不是包装真是厉害 是啊 但是下一集 应该更厉害 哈哈 新关死劫 是我的 是啊 是啊 那我们 你说课金 我们这个星期完 是啊 是啊 250元 恭喜夏师傅健康出院 多谢金主 多谢观众送礼物给我们 是啊 多谢各位观众收听收看 是啊 希望大家喜欢今集 是啊 我们下个星期看看师傅有多厲害 是啊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